醫院講就大家不要氣餒 大家遇到問題就是要來處理問題 那我也希望全民能夠跟我們一樣 維持一個鼓勵的態度 那醫事人員才有這動力 繼續來替大家把第一關把守好 穿上層層防護 面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 基層醫護戰戰兢兢奮奮一年 守護臺灣防疫好成果 卻因北部醫生染疫投下震撼彈 都是十秒比真的 不太可能再停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本來就是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醫生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防疫都是他們在做 他們在第一線的 應該給他們一些鼓勵 他們自己也不想要染疫 誰想要染病疫 他是為了病人 醫療人員本來就很辛苦 本來就應該支持他們 沒有什麼好講 加油 終關全球疫情 中國大陸及歐美國家 最剛開始確診患者比例 將近四成都是醫護人員 顯現照護上的高風險程度 沒有一個過錯是需要去究責的 但不可否認 六個月的成平生涯 大家其實有一點點放鬆的 再打一針一方針 我們去年那個規格再拉回來 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問周辰張略嘉 特別報導 祝贈 out